語言是一個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基礎 就像用程式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我覺得人文及語言學院的氣氛 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亦是亦有的 當初選擇名外的原因是一個新開的課程 將語文和哲學的課程混合在一起 就會覺得比較新奇 哲學的部分包含了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 他們的核心都是著重培訓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在現在的社會上應該要具備的知識 所以就選了這間學院去讀 翻譯科技不是牽涉個人的才能 要配合人與機器之間 用一個聰明的方式去完成不同的翻譯工作 令整件事更加有效率 最深刻的是一個課堂上的練習 身為一個傳譯官 就要即時幫兩位不同語言的人士 去即時進行傳譯 開始會覺得很挑戰性 因為中英是要梅花繭竹 即時傳譯 做久了就會覺得這件事很貼地 和日常生活中都用得著 我是之前在明海珠上學院 修讀音樂高級文化課程 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古典音樂 這個課程主要就是以古典音樂為主 當中有些作曲或者是音樂的歷史 在這裏修讀音樂園外的課程 本身就要懂樂器 就要有五級的樂力 六級以上的器樂的考試的問題 我本身就只是學樂器 在這裏可以自己創作音樂 亦都有機會可以在這裏表現給人聽 我現在讀幼兒教育學士學位第三年級 我之前在明海專上學院的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畢業 其實我已經有四個專業資格 但是我會繼續選擇升讀 這個學士學位的課程 除了可以提高我在這個行業的競爭能力 亦都可以豐富了我在這個行業的專業知識 畢業之後我希望成為特殊幼兒教育老師 因為在香港社會上有很多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 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專業知識 可以幫助到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因為我本身也有教琴 那我就想繼續把我運用多的知識 教授給我的學生 希望可以接觸多些不同國籍的人士 從而在香港這個國際社會裏面 可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現在進修一個香港中文大學的碩士課程 我亦都希望將來畢業之後 我亦都可以在教育界裏面 繼續發光發亮幫助學生